哈喽大家好 刚才看到一条消息啊 把我笑死了 这个听说在丁建强 也就是那个河山硕的追导会上 之前啊 给自己做死亡直播的那个耿冠军啊 诈尸了啊 耿冠军出现在了丁建强 河山硕先生的追导会上 然后呢 我看很多人就开始评论了 说耿冠军这次的这个死而复生啊 这个 把小粉红啊 五毛啊 像我们这样的啊 都气死了 我心说有啥好生气的 一个拿自己的生命作为吸引流量 对吧 为了博取眼球 博大家一笑 而且这个笑是讥笑 讥讽嘲笑 像这么一号人 有什么考有什么好自豪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恨国党也好 还是这个反华反共的也好 你们现在这个下线啊 已经 确切的说 应该是没有下线 啊 下线就是无极限 对吧 你在人家这个河山硕丁建强 哎 丁建强到底死没有 你别耿冠冠军在丁建强这个追导会上 是吧 告别仪式上 一露脸 最后把丁建强也给招回来了 那家就有点吓人了 我跟你说 啊 有点吓人 耿冠冠军在前面是吧 正发表催人尿下的这个演讲的 结果丁建强从棺材里是吧 一推棺材盖 他他做起来了 哎 你这样更好啊 我想了想 对不对 你看这个河山硕死了之后 你看多少我们这些自干五啊 五毛粉红做节目 放鞭炮庆祝 是吧 耿冠军我们又有很多人 耿冠军那期我是没说啊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说 看他长得就恶心 结果这个你看你俩 如果说先后都复活 那才有意思呢 对不对 你别管我这个活一个呀 你活俩 是吧 耿冠军死了之后 包括他老婆 跟他周围的人 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又传出好多绯闻 你看人家这两口子 这日子过的 牛逼啊 牛逼 像这种垃圾 人渣 我觉得最好啊 都在美国待着吧 啊 美国就是一个大垃圾桶 啊 什么样的垃圾 他都能 他都能容纳 他不是一个大熔炉吗 对不对 垃圾回收站 不就是个大熔炉吗 需要高温去焚烧 然后呢 回炉另练 结果这次人家耿冠军呢 没有往那个大熔炉里钻 是吧 人家可能扒着头看了一眼 人家就退出来了 这完全就是耿冠军 这完全就是耿冠军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啊 一出喜剧 他 他 我看很多人说 说你看你们这个自刚五啊 五毛啊 都被气死了 我们真不生气 对吧 你们斗的不是我们 我看你这个死讯发出之后啊 你们很多同业 都对你表示了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 悲痛和悲伤 你们把人家也算了 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啊 这次你耿冠军是吧 死而复生是个好事 啊 对于你们反共大业这个队伍里边 是吧 又多了一员汉将 然后呢 对我们自刚五五毛来讲呢 又多了一个笑柄 对吧 你死了之后 大家以后谁骂你啊 你存在的价值不就是让众人唾弃你吗 这就是你存在的唯一价值 所以你千万别死 啊 千万不要死 所以我觉得 我一度怀疑这个耿冠军他是不是这个中共派去的卧底 他一定要把这个反共反华的这群人的这个智商啊 下线啊 一定要嗅到最最低 你说你们谁还能像耿冠军一样不要脸 对吧 拿自己的死来流来那个吸引流量来博取眼球 最后呢 自己这个死而复生 然后又嘲笑大家 你说你是不是太搞笑了啊 你说你是不是太搞笑了 所以我就在想 挺好啊 挺好挺好挺好 确实佩服 这个人家这个反共反华的啊 在美国这帮的这个逃难的 咱的确是做不到人家这个 这种级别 知道吧 那个不要脸的程度啊 的确牛逼啊 的确牛逼 佩服啊 还是佩服 我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丁建强先生啊 啥时候你就该出来就出来了啊 不要再闷着了 耿冠军呢给你打个前哨战 是吧 接下来你从这个你 你得挑好时机 你不要 是吧 这个戏演过了 到时候呢 人家把你的棺材往那个土里一埋 那时候你他妈想敲棺材板 别人也听不到了啊 这个不要入戏太深 知道吧 该复活就复活 没事啊 气不死我们 气死的应该是你们之前所对你们有信任感的啊 觉得你们是反共斗士的那帮人 那帮人应该气死 知道吧 怎么信了这么好 怎么怎么信了这种人啊 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了 我觉得你啊 还是那句话啊 龚冠军和丁建强 你们什么时候手拉手的出现在这个镜头面前 哎呀 那个真的是 普天同庆啊 到时候我再做一些节目啊 我对你这个胜利归来 王者归来 表示赞叹 好不好 对了 还得再补一句啊 这个如果人家和山硕不是这个假死这次 人家假如说真死 我觉得龚冠军 你可把和山硕给坑死了 知道吧 我猜啊 你们这个反共逆士啊 都是一些这个具有民族大义的这伙人 你们俩肯定当时有一个 山盟海誓的约定 就是不愿同圆同月同日生 是吧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对吧 所以你们俩我猜啊 这个呃 当时可能遇到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结果和山硕呢 不幸染疫 然后呢 你就在病床前拉着和山硕的手 你就说大哥 对吧 你先走一步 你放心 对吧 去黄泉的路上 你绝对不孤单 小弟我随后就来 对不对 我当时我猜想啊 应该是这种情景 所以我觉得人家和山硕 应该还是有点下线的 人家不会拿生死开玩笑 结果呢 人家和山硕大哥 对吧 含笑九泉 人家在那个 是吧 下边18层 对吧 第18层 负18层 等着这个 和这个耿冠军的 结果他耿冠军他妈的 按了一下电梯 结果他 没下去 你知道啊 和山硕在那个18层 那个电梯口 一直等着这个耿冠军 结果呢 三等两等呢 就是不来 你说 你说耿冠军 你说你这事做的 确实不地道 对不对 你把人家和山硕忽悠死了 结果你妈现在 欢迎了 不是人呢 你 你真的不是人呢 你背后那个是吧 你还舔着脸 站在这个和山硕 那个大一项面前 你还巴巴巴的 是吧 面带微笑还在这 在这 胡砍呢 还在那 你就不担心啥时候 午夜梦回 和山硕站在你床前 强行把你带走 对吧 到时候质问你 你说啥情况 总冠军 咱哥俩不是说好的吗 对不对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一起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吗 你怎么这个时候 半路把我给抛下来呢 你说你要不你让我还阳 你要不就跟我走 你说你到时候多尴尬 那他把老尴尬了 我跟你说 对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和山硕你要活着 你就赶快蹦出来 省得人家把你棺材往那一埋 就像我说的 你就出不来了 你要死了 你得挑个日子 是吧 你得把耿冠军也带走 这小子确实不地道 确实不地道 是吧 亡你信任他一次 对不对